佛法的大慈大悲 世间佛陀的独生奔怀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红法讲座 自在菩萨 心声薄热薄明何时 照见乌云皆空 独一见苦 沙粒子 色不一空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沙粒子是烛发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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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言间乃至无一世间 无名亦无明晴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情 无枯击灭到不知云无荡 缩减消止 4万米 5万米 6万米 2万米 7万米 7万米 24万米 2万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死 死又爱 爱不完 所以我都想过 我那时候就想过 我就在想这个 我小孩就看了一个女孩去用嬰嬰 她的老母子两三岁 嬰嬰我才发现 嬰嬰的心窟都变纯白色的 不悔性 扶着手 扣得要死 我那时候小学还是一年级还是几年级 大家都走出来看 她老母子扣的心 实在是很大心 大家都走出来看 大家看 我也刚才看 但是我那时候有一个圣巾 她老母很痛苦 那种苦 我不可以做给老母子不知道 但是我真的很痛苦 是怎样的痛苦 因为老母子爱这个女孩 我很痛苦 所以我就跟她说 我这些人绝对不爱 我绝对不爱 感情很痛苦 这是一个圣巾 但是收心以后又不一样 不可以不去爱 收心呢 要去接触众生的苦 挑战去想 所以我人家叫我这种拜位 不管谁 那是我的隐瞒 我这种拜位想很久 十二岁我想很久 所以人没聊 各位 不要找到收心方法的人 今天人家说 要找你去哪里玩 车没来 要等三点钟 喔 多少 三点钟 我刚才收不完 一张座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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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有办法收心了 一张床 一张床 这个境界 你都有办法收心了 就那个境界来收心 来收主闭心 收空心 来发展自己要怎么帮助 那是衰炎收心 好 我话还说 大家都超多了 空气 各位 这个修行人 不会打瞌睡喔 修行人很故意的 很故意的 会一直想办法 让自己的脑筋 是在最活络的状态 多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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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失醉 所以 修行人就像没睡觉一样 连睡觉都在修行 虽然我们脑袋在睡 但是 其实我们的脑筋 也是在盯动 你是在做梦 还是在休息 那如何让自己保持在 你千万 我好想有一种修行人 很麻烦 条件好睡去 都不要太想 四季同样 那你就 错了 因为你 如果你让我睡去 不猜你在受觉醒 受地狂 你还要睡去 连睡去 也要保持在静念 所以佛陀要我们 这样睡 睡不去 睡不去 保持静念 随时会拔下去 拔下去 保持静念 要让自己 怕怕 怕不去 不要让自己沉睡 沉睡 就像说 你坐在睡 吠 你这样 怕自己 就下来 下去了 修行人 还有这个想法 人家说 哇 我来坐一会 四肢肩都开了 你变参加了 很好睡 所以我们刚出家很累 郑华招了 每天早来看 晚上两点 一点早来看 长老就是长老 你是不用睡 搞不好 我在想 我们长老一定是 晚上没什么睡 中午睡很久 他呢 中午他不用上课 但是无论如何 他真的是随时来抽查 你怎么睡 你睡了 有正念吗 把你叫 叫两声 再叫他 睡到这样 睡的人 轻一下就变成了 補起正念 睡到 喂 所以 当然我认为 要修那个不容易 但是长老说 我是提醒你们注意 这个就是修行 任何一个状态 保持正念 还在念佛 你被叫醒 你会有惭愧心 我怎么睡了 我没在念佛 像打坐一样 叫你不能睡 精进三昧念佛 都不能睡 都不能睡 一天开始 连三天 连七天 我连连连到九十天 都不能睡 所以 结果你也发觉说 不是不能睡 结果也是 可以生活 九十天没睡觉 他的精神很好 但是这个只要靠你 但是人有个依赖 不 我如果没睡八点钟 我要死 那是你自己决定的 請问世间无理夫 你睡 你晚上三点 阿弥陀佛 不好意思 你睡 所以 乎没睡 没睡 所以 因为他们发心 筋力 不是这个肉体 肉体还要睡 没想到 所以你就要照顾这个肉体 慢慢慢慢慢慢去联系 从八点钟变七点半 七点半变七点半变七点钟 你若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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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你躲到天空 你怎麼去 喔這就要收 財社民十歲 連這個睡也都要收 賣錢財社民都沒關係 要睡 沒有睡要去背面 所以這就要收 不是叫我們不要睡 變成一種規律不多不少 所以老和尚都是四個鐘頭 三個鐘頭 慢慢 因為老和尚是保持在一個清淨的心 那我們很煩惱的人分別心很強的 那你的心就要休息 吃肉的人要睡得比較久 吃菜的人睡得比較久 那如果你內心都保持在一個 一個佛性的思維 按照佛陀 你好像精神越來越好 喝水也覺得很飲用 因為你的吸收力 什麼叫吸收力 像我現在在各位說 有人聽十分 有人聽兩分 有人聽都沒有 有人是用魚空聽 心沒在聽 那用魚空聽 心沒在聽的人 為等一定賣 因為不會消化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銅子吃空氣就很壯 是不是 他剛才採在那裡 吸水 其實我們人也 打坐的人可以打坐幾年都 身體都保持還活著 是什麼 他從空氣裡面 只要他有呼吸 哪一天會吸到沒有呼吸 但是他可以吸收天地之精華 那一起呢 就算他不吸收 護法神灌甘露 諸佛菩薩加持 諸佛菩薩加持 連油也會不會變 你就想這個階段了 所以我們吃的菜也是 這道的水啊 土裡面的礦物質 裡面的營養 我們不過再把它分析出來而已 所以我們的菜裡面有太陽的能量 有水的 還是大地的精華 所以我們才會瓦 但是如果你直接從這個精華去吸收 所以你做一年 大概不吃東西也沒關係 做一百年也沒關係 還有一個叫大家色尊色 有他做五十六億七千萬年 所以老菩薩 菩薩可以肉身不壞 所以那是一個心態 那各位要怎麼去修行 所以我意思是說 我們今天來這裡的地方 將我們的心態 把雕精在內心裡面 這個主母教學開發 哇 很好 這道病高 我終於做總經理了 等一下 統領自己 這快樂了 解脫了 他就不會完蛋了 我怎麼會死 我怎麼會被打死 我怎麼會見死 他就有問題 因為他找到了一個修行的方法 就像說 修行人家要去戴王阿波 打著修不靜觀 修私生法 我覺得很好 生他的事情分分 要了我來戴王阿波多塊 我來做客家多塊 我為什麼要有錢 有錢很辛苦 所以 因為他已經超越了 當然 我相信 外界人家手要拿錢 家裡已經放下錢了才會忘錢 你如果沒有放下錢在忘錢 你會每天都在欠錢 所以要先完全放下 不是強迫的放下 是你心裡面都沒有接著錢而已 然後你去修用眾生的疾風的錢 去幫助付款 這樣你不會讓錢卡住 比如說修行人 你對感情已經絕對放下 你來出家來修行 你就不會再想要去 藏到愛情的甜頭 不然你偶爾還會描一下帥哥 管他什麼和尚不和尚 帥我就多看兩眼 那你裡面貴就找你了 那種的情在在主 那種的情鬼就來找你了 因為我們人辛苦有什麼貴 那都是我們自己找的 因為你的念頭 各位這點不要看清楚 我修行在修什麼 我就是要斷讀這個 所以這個念頭一起來 你知道嗎 我就要懺悔了 懺悔的念念 所以這個所謂的智慧 你知道嗎 了解自己 那叫做地毀 慨悔 我知道這是誇點 那是優點 這是負責 那不是負責 你都知道了 所以你在那裡相信我 好像說我很喜歡錢 假設我是來公務人員 我很喜歡錢 但是人家貪污 可以拿一些 這不行 這國家的錢我可以貪 不是我沒有錢 是國家的錢我不會貪 那叫做地毀 所以不是我們沒有感情 是因為我已經嫁人了 所以我不會再去愛白的女兒 那叫做地毀 不是說沒有愛情 他希望他很愛他 但是他不會去外面找 所以在這點 我們希望各位 你在想你的內心的狀況 你要去分析 尤其我們菩薩道 我們是在想自閉心 想自閉心 那你的心態有符合這個嗎 有符合這個嗎 你不能說 哎呀 女人針海底針 你也不知道我在想什麼 我雖然外表出家 你不知道我在想什麼 那這樣就不好 所以你是說人不知道喔 連這些夢魂都知道 鬼就疼心痛 何況土地公 何況佛法神 那你這種心態來造出來 那個規模就來找你了 不然你在修行 修菩薩改 喔 你又在想什麼 他就找你了 你就對我了 那你如果見孝心就關心參會 放下禿刀 立立成 你如果沒有見孝心就把你欽贈 你就變孟姊 孟孫 跟死依都不知道你做不到的事 好像有很多受傷人 在跟他拐錢啊 在跟他拔騙色啊 不分哪一個宗教都有啦 也就變成魔子 魔孫啊 而且還會越來越兇 越來越得力量 好像欸 這種人要死依 要打扮人家中 沒有 要這樣心情越好 因為魔子 魔孫 就算你給他控制了 看起來 現在很痴癢啊 但是後輩很痛苦 抓去 好像讓你吃毒 讓你吃毒 讓你盡快撈 你後輩你就沒辦法改了 好 那各位 所以 簡單 開槓開槓 我們現在趕快來做焉供 還是 敲刀是心的敲刀 用內心 敲刀 所以他們就用一個軍人的旗子啦 讓他們匯籍 再帶他們來 馬上那種旗子好不好 叫做金凡 因為軍人 因為軍人 以前阿彬哥都要看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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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啦 就要衝啊 不然這個 這個 我們過去在做阿彬哥那時候說 這個國徽有辦法降魔 整個都把它放下去就好 他唯一相信的就是這個軍徽 或是軍旗 阿 衝啊 這樣啦 所以我們附告也叫做隱魂旗 好 往生淨土的金凡 哈囉 這邊有幾個問題 我很快回答一下 你們拿下這一本 寶會讀頌本 他說 他說他在家裡的白龍鳳保禪跟一般的混合 但最近越黏 事情越不順 還黏我很煩 會怎樣 重點是有業種 那是 動機有政客 再來 所在的隱瞞 時間有工作 很重 你要去閉關 也要找一個好地方 找一個好營 這些你要去了解一下 我認為煩惱 是我們開悟最好的助緣 從你現在覺得諸事不順 有煩惱 我們去請教善之士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問我出來 所以有的事情要問出去 有的事情要問打坐的法師 所以各位 碰到煩惱 是一種最好突破自我最好的方法 那你千萬不要怕煩惱 沒有痛苦 怎麼會開悟呢 沒有痛苦 就不可能有人成佛 那這些諸事不順 那是來自我們的心態 業力 因緣 那你要去分析 去找出來 這不就是自我突破的過程 那今天 大家 扶持 摄拉切 今天錢比較多 現在錢比較多 有人出錢 今天當中 7萬 9千 五十塊 現在 因為我們 戰嚴法師就出 5萬八千塊 細目如下 共計 還要出4廟 1萬1千4百塊 中小學 九千六百五十元 這樣嗎 這張 別人都沒出嗎 這張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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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會計 要好好做耶 多一個零 減一個零 很趣 那天在分析 三台 魚車 萬五塊 我都跑出去看 怎麼會燒 結果 他說 沒什麼就有魚錢 那是車子 所以他要 想拿給你看 你也要看 這樣有準嗎 有對不對 這樣 我們這個時候 台北新店 大名獎堂 來 隨喜涼黃寶燦大法會說 說得 王啊 我就要去澳洲了 可能不回來啦 我都準備了 我特別出去 衣服都很好 現在他們也把他拚起來 揚揚 還沒試 所以我見面 我們老母子 如果在世 我們要出去 一定卡丁給他 說一說 我告訴你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因為要養成習慣 然後回來說 哇 又回來 又挖掉 但是我有那個習慣 所以我走到什麼地方 因為我這個習慣也是 我也覺得很好 我們叔叔說 欸 睡覺就要當作死了 不要將 明天再拚起來 我們不能再去想那事情 那已經死掉了 死掉了 不要再去嫁到那些事情 因為你躺起來就是死掉了 這樣 明天 是一個新的生命 所以各位 這很了不起 來 念一下 過去心不可得 我們就是這樣 你今天為什麼要嫁公子 帶我 你還活在上輩子的記憶 這是我 這是我愛的 那是 上輩你老婆你在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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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輩你老公 你的老婆 就沒辦法 因為你活在那個感受的記憶上面 感覺 有緣耶 有緣耶 這樣啊 要聽說要跟他講話 他講兩句話 這樣 這樣 那就是沒有空性 你就活在感受 那各位為了訓練如此力來訓練 每天都死去 好嗎 本來就是這樣啊 不來 開始練習 三分鐘不要穿開 就這樣就死去了 一口氣不來就死去了 那你還想那麼多幹嘛 當下即是 努力做 我從小孩我就這樣 念一下 專心就是天才 很認真很專心 做完就耍 不計較得失 練習習慣 謝謝各位 我們家有快樂嗎 對對對 阿伯如果死來吃得好 先清 因為你 你連這個訓練 你就煩惱什麼 念生死無常 你才會念佛法 如果你沒有念生死無常 你永遠沒有念佛法 因為很多人現在在學會是在救債 救健康 救驕孫 救事業 當然佛教也祝賓 不要讓你救 不要讓你養 幫你養好 幫你勾 不然變什麼 今天都沒有在說 這個要說什麼 我們今天來這裡是說生死 對不對 因為他已經死掉了 我們要把他照顧了 其實連死也沒有死 你如果真的死掉 你還聽我說話 念下來 死心才是殘屍 要真的死就是那個心不死 無心才是盜人 你就起心動念 你怎麼會在受盜 所以各位要知道 那什麼叫死心 所以我叫一遍路邊走 師父你是怎麼死心的 你才會出家 我說你才死 我才不會 對不對 你們出家人不是都看破 我才死 我說沒有 我沒有失戀了 我說你說話很難聽 因為說師父你是死人 所以你是死什麼心 你才會出家 我這樣問的就對了 我也說會你很老心 不必問你幫我教 我說你是發什麼心出家 這樣 有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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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像世間人家的正常 他看你怪怪 你為什麼頭牌去 為什麼要出家 但是你 我不會怪他 我都沒有藉那個機會 跟他開玩笑 跟他講話 我說如果死不去 我就不會到這裡走 他就死不去 這心就痛快死了 所以 為什麼要死 有生就死 無生就無死 來 念一下 有生即有滅 無生即無死 所以阿羅漢叫做無生 你不要再想湯想湯 你再想湯 你就開始生死了 開始痛苦了 一念不生 則大悲生 一念不生 則波爾生 那是因為你起心動念 為什麼會起心動念 因為酌相 唉唷 這個人道 這個好聊 這個有民主 這個愛我 這個我沒有愛 你就很難口 所以要心跟臉灰一樣 對不對 那麼阿彌陀佛 我們來有阿彌陀佛 我們來清淨祖鼻 來 請大家放開 儀鬼 我們要 升起一個 大悲心 這個眾生生命的無意可 浮浮沉沉 愛恨別離 生老病死 很可憐 有就苦 沒有也苦 這個世間 高位的必定下台 在一起的必定分開 聚集的財產 待不足 有生無不死 所以就像這些阿彌陀佛 就算說一輩子為國家 他真實的而往生 對他來講 他也覺得很無聊 我就為國家死 現在怎麼會這樣 也在痛苦 假設有的話 為什麼 因為沒有找到 真正的皈依處 當然一個女人說 我如果嫁了一個好人 這聲我就快樂了 那不是 那是被人拔起來 被人哭高連 那是無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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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疼的 所以各位 你不能再每天跟你們女兒子 說你們要去嫁公 你們女兒子 牽一隻無所謂的 這樣怎麼會給你 所以各位 這個世間 歸人 歸神 歸錢 都是痛苦的 歸愛情 歸名望地位 歸將軍 歸皇帝 都不好 歸上帝 上帝雖然很大升天 但是 將來可能也要輪回 當然 在佛教裡面 不反對人家先歸 你先到上帝的地方 你先到玉皇大帝的地方 然後呢 佛再來度 可以 但至少不要下地獄 那太苦了 做人要想快樂 所以各位 什麼叫做主比心呢 給你們 早上這兩天 日本在紅胎 你心肝會痛 那叫做主比心 你們告訴我 台灣好好 你心肝很煩 你的老母在拍拼 聽到心肝很痛苦 心情很壞 這樣可以 那代表你有感受 叫阿婆在拍拼 他就叫吃財 不吃財 不吃財 不拍拼 還會唸 喔 你會很讚 你一生子煮米心就沒有 不然你吃財吃得那麼久 這樣 用吃財跟唸 這樣不行 所以他一定要去 聽喔 台灣好 還有十天 一個大地獄 可能要死一半人 喔 不管你在美國 你心肝就痛苦了 你知道嗎 台灣是我們島 怎麼這樣 你煩惱就來了 當然這是一個煩惱 接著才會煩惱 但是佛教說 你要保持這個煩惱 但是並沒有接著 唉呀 想到天堂的輪迴 想到地獄的不甘苦 想到動物 每一隻動物 換掉就是在逛 在逛逛 在逛逛 整天走不路 一隻魚生出來 一隻狗兄就好